2021年10月 外交部长吴钊燮出访捷克 从参议院议长维德基守州 结果这一门银纸奖章 今年6月他二访捷克 参加安全会议 和捷克总统帕维尔 一前一后上台发言 写下非邦交国元首 和台湾高届官员同台的罕见记录 渴望进一步推动两国元首会晤 2020年总统蔡英文首度以在任元首身份 参加一年一度捷克布拉格举行的 公元两千论坛 过去一连三年 都是以预录方式发表演说 随着台阶关系再度升温 外界评估 今年蔡英文很有机会倾赴布拉格 这是欧洲所谓的国家领导人 第一次跟台湾的官员这样子同台 对台湾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外交成就 这次的外交部长的欧洲的访问 那也呈现出台湾在整个全球地位的一个提升 他其实也有可能去安排 我们蔡英文总统在卸任之前的访问 那那个所谓的公元两千的一个论坛 那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其实今年一月刚当选捷克总统的帕维尔 就曾和总统蔡英文通话15分钟 创下欧洲先例 双方除了强调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 加强在各方面的合作之外 当时帕维尔还主动提及 希望能与蔡英文会面 不仅立法院长游席坤 在2022年出访捷克获得热烈欢迎 捷克参众两院议长维德奇和爱达木娃 近两年来更接力访台 甚至做出超越经济外交的象征性发言 在立法院演说高喊我是台湾人 看得出维德奇对台湾的高度认同 不仅理念契合 现实政治驱动 在经济关系上台阶更是密不可分 也让捷克一改前总统齐曼的 亲中路线与中国渐行渐远 台湾在捷克的投资是中共的十四倍 台湾除了鸿海的富士康 那其实台湾很大部分的 所谓高科技 那个电子 这些面板 这些产业都有在捷克 甚至斯洛伐克其他国家投资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说台湾跟捷克合作的可以是关键领域的项目 有汽车工业的国家大概都需要晶片了 那这个部分也就在台湾跟捷克的合作里面 他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两国其实不只在价值体系 然后在整个所谓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互补的现象 他会开始有一连串的跟中国切割的动作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因为他们过去从一带一路的经验里面得到的是说 并没有因为跟中国的交往 在经济上面得到长期上面的利益 可能短期的利益会有 可是这个利益看起来 很容易变成是泡沫化 因为可能中方后来都并没有履行相关的这种经济的效益 不惜牺牲庞大的中国市场 捷克大幅度向台湾倾斜 在外国直接投资中 有超过10亿欧元来自台湾 甚至传出有意出售军事设备给台湾 作为力挺台湾的欧洲领导者 捷克动作积极 有机会鼓舞其他欧洲国家加入挺台之列吗 我们在价值理念是一致的 那另外在经济发展是互补的 那他们对于台湾所遭受的地缘政治困境 也非常的了解 那特别是他们也受独裁统治的荼毒过 可能带动着骨牌效应 那也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相信 那包括立陶宛 包括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那这些国家都有可能在第二波的跟进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波兰 这些国家 我相信也会在日后接着跟进 眼看中国建立的17加1合作机制 明存实亡 看不见实质效益又备受经贸威吓 波罗的海三小国相继退出 即使中东欧国家短期内 不会和中国脱钩 但恐怕外交天平 正逐渐倒向台湾这一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